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一到夏天特別容易燥底 即是容易急燥、焦慮、心煩氣燥 和人溝通時特別容易發火 甚至會有情緒失控 而且很多人還會出現食慾不振的情況 若你有以上的情況 可能屬於心理學所說的情緒中暑 這個情況和心臟承受的能力有關 隨著氣溫上升 體內的陽氣也會逐漸上升 所謂是深陽過盛 就會出現以上的情況 究竟如何舒緩 可以透過兩方面改善 第一是飲食條理 夏天一定要多喝點水 補充我們因為流汗水分流失 另外減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 辛辣的食物容易上火 而且會令我們缺乏耐性 增加壓力 中醫也建議夏天應該以粥養生 尤其是綠豆粥更加適合 因為可以清熱、解毒和降火 如果你想再簡單一點 也不妨試試我們阿魯巴四時入 這款正芯除盤茶即沖茶包 裡面有碧羅春、薄寒葉和蓮子芯 可以做到降溫、去濕、清熱、去火 喝完煩惱也少一點 個人即時都會心平氣和 有氣場可以到阿魯巴四時入夜網站 去了解更多詳情 除了飲食方面 另一個方法是可以透過運動 去舒緩情緒中輸問題 因為運動可以增加身體的含氧量 有助於情緒控制 而且之前也有研究指出 運動會產生大量的腦內啡 這種物質不單可以減緩疼痛的感覺 還可以在腦部產生快樂的感覺 有助於改善我們的心情 所以不妨約三五支技去跑步 打一場球 或者試試挑戰一些 你平時不會做的運動 出身汗心情自然會好些 今天就分享到此 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保健的心得 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這段影片出去 讓身邊的朋友都可以知道 這些夏天的養生小貼士 還有記得繼續訂閱和Follow 我們的Facebook、IG和Youtube 這樣就不會錯過其他有用的養生資訊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